哈喽,大家好,我是迷向金酿啤酒的葡萄酒博主Ivy 这期呢,我想跟大家种草一下我今年去比利时发现的一款超级好喝的金酿啤酒 Doué Duval 这时候有人会问说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Doué就很啤酒 那这期呢,就来跟大家案例一下今年世界杯必备的Doué啤酒 Doué啤酒厂呢,是1871年创立 酿啤酒已经酿了150年 Doué这个词呢,其实呢,是魔鬼的意思啊 我看网上说为什么叫魔鬼呢 是有一天呢,有个人喝了这款啤酒之后就觉得 哇塞,你这个魔鬼 然后就有这个名字了 我觉得呢,这个也有点太牵强 照我的理解啊 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个写的是8.5度的酒精度啊 我第一次喝呢,喝完这一小瓶 我整个人已经晕倒了 这不叫魔鬼,叫什么 各位兄弟姐妹,喝这个真的是要小心了啊 今天测评的这款呢,是他们家的金甜款金色爱尔啤酒 独特之处呢,就是它的发酵方式 它会在常温发酵一段时间 把温度降到零下两度,过滤酵母 之后呢,在瓶里面放上一点酵母跟糖 继续发酵 多次发酵呢,它出来的泡沫特别绵密 特别多,我们等会倒出来你就知道 这么复杂的生产过程呢 那这个啤酒它的价格 其实在精量里面也算是比较高端的 它家有自己的专用杯 可是呢,我没买到 所以 我的妈 等会倒出来你就知道 没有专用杯呢 家里有这种伯庚滴杯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跟他们家那个专用杯其实是一个样子的 他说要怎么倒呢 首先是沿着这个杯壁 杯壁下流啊 那倒到一半之后呢 就把它给竖起来 大家看这个泡沫 闻起来呢是有一股面包花香 橙子橘子皮的感觉 淡淡的蜂蜜的清香 我们来试试 这个酒精度真的 它不是那种酒精感很强的很粘稠的感觉 是非常的清爽 后味呢是有一点点的苦 但是呢我自己是很喜欢吃苦瓜或者喝咖啡 所以我完全不介意这个苦 口感是很饱满的 就是那种小麦的香气 还有一点烤面包的香气 是一款非常平衡的精量啤酒 超级推荐 而且你想啊8.5度了 这么一小瓶 你就不用再喝多了 已经够了 这款精量呢 它是标榜没有添加任何防阻剂 没有任何科技与恨货 保持期大概是在18个月左右 你们买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不要喝到那些过期的啤酒 想看我测评更多比利时精量呢 在下方跟我留言 跟三连 我们下期喝酒再见 拜拜